各位 我的題目是可以不要再講AI的嗎 各位 我相信大家聽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下一句你想大家聽過過的事情 那不談AI看什麼 而且現在資訊界熱門的話題 不就是AI嗎 那我今天要來跟各位談談 AI的不是人工智慧的AI 那我今天到底談什麼樣的AI 各位 我問各位一個題目 如果AI不是人工智慧的AI 你會想到AI是什麼樣的AI 可以指望六點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Illustrator 成出來檔 那副打名就是AI 沒錯 我要談的不要再 我這邊提到可以不要再談AI人嗎 我提的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軟體 Adobe Illustrator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格式 AI檔 那不談Adobe Illustrator 那不要談什麼軟體 那不談AI檔 為何用什麼樣的格式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們可以往路上面去下載的圖道 或是我們今天看到這麼多的設計 基本上如果我是用下載的圖 存出來的主流 我們第一次是AI檔 那我問一下各位 如果我要開啟AI檔 等到最完整的資源 我要什麼問題 當然是用ER Trader 好啦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用的檔案是AI檔 我問一下各位 今天收到的一個檔案 你的電腦有合法版權 根本合法版權就是正版的意思 對吧 OK 你的電腦自己真的花錢用來正版的 你的R Trader 你的電腦有合法版權 你的R Trader 可不可以取下手 沒有人舉手 我太驚訝了 我問各位 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各位 沒有聽過你R Trader 可不可以取下手 沒有聽過的 我怕哪些懶得 就是我們重新握一下 有聽過你R Trader 可不可以取下手 OK 有聽過的 那有R Trader 正版的問題可不可以取下手 哇 各位你不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嗎 大家都知道你R Trader 沒有人有 各位你知道嗎 Photoshop在我心目中就像什麼 就像阿拉利跟寶石鞋 可不可以取下手 誰不知道 阿拉利跟寶石鞋 可不可以取下手 誰家裡有的可不可以取下手 對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有很多我們吃到的一些碗 但是我們都從來沒有用過 後期要告訴各位的事 各位請留意一下 沒有R Trader 有一個名字叫Anscape 沒有Anna 有一個名字叫SE群檔 我希望可不可以記住這個 最後給各位一個新聞的連結去搜尋 各位可以查一下 阿拉利 那個 AI就是 那個 Adobe的 Ila Trader嗎 各位可以查一下 關鍵字 Adobe 控一個 內衛拉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剛剛跟各位講說 我非常關心 國家的關係 公共化的重要性 以上呢 是我的坑 OK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